这是一款为小朋友春油而准备的面包 一块面团做了多种口味 并且用了波兰肿面 面包体会一直松软 波兰肿的制作比较简单 面粉和水是一比一的比例 再加上酵母搅拌均匀 试用一下发酵两到三个小时 或者是冰箱冷藏隔夜发酵 看到体积是原来两倍的大小 表层有这样的小气泡 嫩部有蜂窝状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面团中除黄油之外的所有食材放在一起 完整的配方图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搅拌至絮状时加入之前发酵好的波兰肿面 揉至面团光滑放入黄油 再揉至出膜的状态 手揉出膜的具体操作 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15分钟揉手磨的视频 面团因为有肿面的加入 因此很容易发酵 但是发酵看状态不看时间 因为在不同的温度下发酵的时间不同 当发酵至两倍大小时取出来分割 分成16等份 每分是42克左右 把它们依次滚圆 放入烤盘准备二次发酵 包入馅料的面包先做好整形 再二次发酵 这里包入红豆馅或者枣泥馅都可以 在我的往期作品中 有红豆馅枣泥馅的详细制作教程 可以参考一下 做个简单造型 放入烤箱 用烤箱的发酵功能来发酵 为了保持发酵过程中的水分 给底部的烤盘中加入一些开水 发酵至1.5倍的大小 取出来装饰表层 先给表层刷上蛋液 再来挤浆料 我现在挤的是酥皮酱料 里面黄油的加入 烘烤的过程中酱料会融化开 所以酱料均匀的挤在顶部 另外一款先给表层开出十字刀口 再挤上蒜蓉香葱酱料 这款面包其貌不扬 但是是我最喜欢的一款面包 每次出炉基本上是一抢而空 最后一款比较简单 搭上火腿 挤上番茄酱 沙拉酱 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一款 先把烤箱预热至上下火180度 再放到中虾层 烤25分钟左右 最后10分钟观察颜色 上色足盖上锡纸 这一盘小面包有甜的有咸的 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非常适合聚会或者春游时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小米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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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frente